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是头次出现的装修风格 所以说那是不可能的 编剧擅长的是语言文台 而我擅长的是室内设计 另一个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装修风格 低调奢华 1450 奢华不起啊 这就是 一边是有思维高度的小编剧 搜换啊 在家工作全部靠手 基本不走 另一边是有数据情节的软件工程师 先记这个数据分析啊 这个目的还行 所有这些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结果 是喜剧 是悲剧 还是一场闹剧 本期交换空间 马上为你揭开谜 装修对对碰 温暖心贴心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叫王小千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还是在北京来进行拍摄 要说今天的两个客厅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说家居和办公要具有一个兼容性 来介绍一下两家的男主人 其中一家的男主人呢 是一位文字工作者 他是一位编剧 性格呢 是情理之中的 非常的稳重型的 那还有一位呢 他是这个IT工作者 是设计程序的 应该叫软件工程师 他的性格呢 却是这个意料之外的 非常的活泼型的 因为平常在家呢 都是说面对电脑来进行工作 所以我想呢 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比较安逸型的 对于我们交换空间 这个节目现场又脏又累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能适应得了 我也说不很好 现在呢我真的是挺担心的 那现在呢我先到其中的一家去探访一下 这个屋里怎么不好了 你跟我说说呗 不满意地方也挺多的吧 改革春风吹满地 家风格不同意 墙面需要刷刷漆 家具风格不整齐 窗帘颜色太抑郁 灯具样式太老气 房子跟温馨吧有距离 设计师呀 你要多努力 他们俩是属于冷幽默 游戏团选手 但是咱说清楚啊 你别到时候再给我来一个冷幽默 我受不了 就是这个房间装出来 如果最后的风格 是你们俩不是特别能接受的 那也要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提前要签协议的 假如说你现在想打退堂鼓没问题 参不参加 当然参加 听他的 听他的 要参加的话 那就是举手无悔 就跟下围棋一样 举手无悔的 没问题了 但悄悄说 我觉得啊 尤其是男选手还是挺难对付的 这个事就交给设计师了 来 你靠在墙上显出乏力的样子 好 来 我们把他们的所有的想法都告诉设计师 让设计师来定夺 认识一下他 挑战难对付的编剧 可是第一次参加交换空间的设计师薛文 还没有实战经历的他会不会打退堂鼓呢 退缩那是不可能的 编剧擅长的是语言文材 而我擅长的是室内设计 听着似乎已经有了点火药味 但关键是 你最终到底能不能做出 让有思维高度的编剧 心服口服的作品呢 这次我的设计主题 营造的是一种雅居的装修风格 从顶到地 采用木 划 纸等装修天然材料 我想我的设计 最终会让小编剧 在写作的时候 似如泉涌 这一时的小千 已经来到第二队选手的家 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不喜欢什么样的 行行 我们俩不太喜欢卡通的那种 卡通的不喜欢 不喜欢可爱风格的那种 就卡哇伊的那种 那种就算了 特别不喜欢手绘 特别不喜欢手绘 挺好 我特别不喜欢手绘 还有呢 还有什么机会的 这个屋里的光线比较暗 灯比较暗淡 然后那个光线也照不来多少 所以觉得 我们把屋里弄得亮一点 亮一点 对 那喜欢什么样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也不知道 没有太明确的 没有定性的 只要是漂亮 低调奢华 低调奢华 这就是一个方向 漂亮没有概念 你知道吗 每个人眼里的漂亮 是不一样的 低调奢华 对 那可就是深 深颜色鹿子 想好了 真的 低调奢华 就是往深的走 是啊 你看现在的 壁纸颜色也挺深的 就我们有点想往那方向走 但是没有专业的人领我们 所以现在又想拐回来 找专业的人 再往重新线 再走一遍 行 好吧 那就是 不喜欢的 说得很清楚了 喜欢的是模模糊糊 朦朦朦朦 好 那把他们的 所有的这些要求 都转述给设计师 让我们的观众也认识一下 给他们俩进行改造的设计师 设计师徐霜 看似温婉秀气 可一到办起事来 就透露出 干练稳重的作风 我这次设计的作品名称呢 叫《沉睡的普罗旺斯》 提到普罗旺斯呢 大家想不到的 都是一大片的 紫色的薰衣草海洋 和美丽的爱情邂逅故事 难不成 自信满满的 他要给我们展示的设计作品 会是一个紫色系的 浪漫爱情故事 两个年轻有为的设计师 两个风格不同的空间 到底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在48小时的时间里 两个家庭免费用 一万元交换装修 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 本期目标空间 客厅 两个红包里 是各一万块的装修基金 是由夜之风装饰提供的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用于你们两家客厅的 装饰装修 装款专用的 来 这两边的男主人都特别贪财 他们俩的手 好 还有两个红包 里面是各价值8000块的 家电基金 是由美地洗衣机提供的 也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小家电8000以内 都是可以的 来 又慢了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箱子 合上48小时 再次开启 看看里面有什么 小礼物 小故事 小情感 别人家钥匙 你抢什么 你抢什么 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可不能把人家钥匙丢了 都揣好了 好 你们把钱和钥匙都装好 千万别丢了 注意脚底下 别摔跤 来 48小时 倒计时 开始 出发 我觉得我们家的担心 还是对于颜色 我们喜欢比较低调奢华的 但是我觉得 一般这个低调奢华 是比较深的颜色 我们又不希望 这个深的特别难看 所以这个颜色的差异 可能还是有些担心的 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 我家墙面的颜色我不喜欢 比如说大红色 灰色 黑色 那些比较深的浓重的颜色 我都不喜欢 怕拆天花板 层高就变低了 然后还怕把我家墙打出来 搜集业都有讲究 红蓝两队兵分两路 红队主攻木料 蓝队先挑灯具 设计师 你看这个灯这么浪漫 是不是是不是设红队 红队是要求要新奢华 但是我看看这个灯 1450 奢华不起设计师 讨厌 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灯 挺有特点的 设计挺有意思的 2900 那我上超市买尔刀叉 为什么摘一个不就完了吗 真是的 你怎么又这样 这里面的每一款灯呢 都是国外设计师设计的 每一个灯 它有独特的个性跟设计亮点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 不错 我都喜欢 都买去 但你这是给人家装 不是给咱们自己装 老板 这是哪个灯最便宜啊 你想要做便宜的呀 给人装修灯最便宜 倒是人家给你装也有最便宜的 你愿意吗 那可不行 那怎么行 老板 那这哪个灯 第二钱一样 一开工 红队就有大批木料到货了 软件工程师办事认真谨慎 先上网搜查数据 看看木料的真假好坏 这你都看得出来 那是 专业 哎呀别数了 快点吃点 以后才能48小时 不忙不忙 工作是技术 装修是战术 哎 这人秀他一肉冰 有理说不清啊 先别怪收听收不清 放下电脑袋往上搬吧 看来选手的认真细致 倒是帮了设计师的盗忙 楼上的工人还着急等着用量 真是需要加快速度啊 和红队进度一样 蓝队也需要搬运 不过似乎也有些阻力 这么多东西啊 这干嘛用的呀 你觉得他干嘛用的呀 这不是邻居扔到破板子吗 你先来看看这破板子 一会他放到墙上 可就是电视背景墙了 这也太破了 你好酷的红队啊 现在看不出来效果 因为他还是毛皮呢 行了咱们别聊了 赶紧干活吧 一眼望不到头啊 我们搜狐啊 在家工作全部靠手 基本不走 走这么远 可搬这么多东西 迷不太大了 这回呀你不得不搬 赶紧干活 别说了快搬吧 看来两边的选手 在干活的问题上 都有待考验 加油吧 另一边的红队 已经赶在前面 对门进行了改装 弄了还是很漂亮的吗 是啊 对 这个啊 这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就是咱们装上材料 当中用的一种纸 因为它那个 简洁非常快 简洁咱们的一些材料啊 包括门啊 家具啊 顺定变种颜色 变种材质 它这切一般应该在 两年左右 最后呢 就是褪色呢 它这个因为它是一种纸吧 这个鲜盘可能容易起骨啊 嗯 但这个不建议长期使用 这个房间的采光并不是很好 这个壁纸的颜色呢 又比较深 然后所以呢 看上去比较压抑 我们要把这整个壁纸 全部都给撕掉 然后根据我曾经做的背景墙 来曾经设计 我最喜欢壁纸了 人家好好的壁纸还要撕掉 咱们家一块都没有 也不行 那就四次四一点 咱们可以用啊 那你也撕坏了 他已经撕坏了 薛文 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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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方吧 壁纸 还真巧 红队已经把你家的墙和顶 用大量的壁纸 武装起来了 壁纸的颜色和花型 女孩喜欢的机率比较懒 你是不是绝对病呢 对 你是不是又要趁机休息啊 这不是键盘 这是壁纸 咱赶紧擦吧 还有好多活要干的 谢谢 咱们这个天棚的这个样子也不错 如果不用木头 就这种办法也挺好的 这就是木头 不叫吗 骗我吧 这一种纸 也属于壁纸粘上去的 那这个 贴完的感觉 那边上还是怎么处理 这个咱们还有好多木头的 好多木方事 那弄完整个就是一个小木屋 看完做蓝的效果吧 蓝队也有了新进展 开始做吊顶 这吊顶也挺豪华的嘛 他们非要加一下这个 因为整个客厅中间的采光面部是很好 包括光靠这一个灯的采光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做的风格是后现代奢华 那这个风格呢 必须要有灯带跟射灯的衬托 它的沙发的影墙 跟电视的影墙 做的比较华丽 那必须要有射灯的点缀 来衬托它的空间 红队 这真是颠覆传统新概念 抽象实用主义 极简施华风格 我估计你们一定会习惯 像这样豪华的顶子工程 我家能哪净两个吧 太复杂了 真是嘴不饶人 不敢想象到时候 他们回到家中 看到更为复杂的顶面文章 会说出什么话来 我们体现成了一种 纯普啊 自然一种感觉 它这个不会影响咱们的房高 而且装非常漂亮 而且咱们除了这些木条 还有其他的装饰 装饰后你看得很漂亮 协文 这个一共有几块 这个一共窄灯旁 一共两块在进步 和这个墙上是对应的 对比较呼应 确实相当不少 对吧 没有压抑的感觉 红队的包容 看来比蓝队强多了 但新做的定视背景墙 又被蓝队质疑上了 这也太难看了 还不如原来的壁纸好看呢 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 主要是男选手呢 他平时在家呢 待的时间比较长 而男选手是做编程的 他对这个思维的敏捷度啊 跟他的一个跳跃性 会比较强 然后呢 我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是以男性为主 然后这个方案呢 它其实就是男性主张的一个感觉 那整个 您能看到这个墙上面 有三块不同材质的 比如说最后会做上 玻璃材质 壁纸材质 和烤漆材质 那这三种不同材质呢 最后拼完之后 它的效果肯定跟现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的东西我不太喜欢 是因为奢华的东西 收拾起来太费事了 然后简约的一点的 我喜欢是因为收拾起来 容易一点 显得空间也大一点 同队的东西 我几乎接受不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比较拒绝的 比如说他们家的颜色 我不喜欢 风格我也不太喜欢 如果我们家出现了装修礼物 最不喜欢的东西的话 我不给薛儿打电话 让他拉走 红队上了大量的木工活 像这样的格子门 就做了好些个 这个就是咱们 在你看的那张团 这是写真布 不按时根据咱 每个人要求印象去的 比如咱们需要的花照片都可以印上去 正常印的一个花一般要多长时间 这很快 很快 这个比如说咱们有成品的花 印这个东西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这是 可以 咱那次要做门的话两块最多了 咱们这一个做四块 放哪用啊 还有 要不然你拆一拆 拆 还是门 还是门 不错 这个是门 但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你单身就知道了 一笔笼箱贴完了 我还担心这笔纸贴不完 耽误工期呢 看来现在还可以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我觉得我家有笔纸挺好的 因为我老婆喜欢 没有笔纸更好 因为我喜欢 其实吧 我不是说你的设计不好 我一直批评你 完全是我个人喜好的原因 有个事你不知道 前两天我碰见王哥了 我问他 我说王哥你还什么风格呀 王哥说我叫是低旧奢华风格 那不就是黑白龟吗 王哥说 你家什么风格呀 我说我叫 简约风格 那不就是推拉门家榻榻米吗 对 看来你们两家谁都看不上谁啊 当然还是我们家好看了 好不好 现在可不能下最后结论 得看今晚 你们两家的进度如何 上班不是上班 加班不是加班 是啊 这都忙忙糊糊一大天了 这么晚了还加班 阿公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干了 没有啊 设计师交口活都不上了呀 今儿什么日子啊 哎呦喂 对不起 真忘了 你这生日 哎呦 现在今天一天都在那个 叫我空间工作了 忙忙过一整天 明天一定跟你过一好的 自己干吧 哎 又生气了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 到一位委内瑞拉设计师 威克多的家里 来看一看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 委内瑞拉设计师 威克多在北京的家 看到了他充满南美气息的客厅 衣帽间和主位 今天我们将关注威克多的书房 厨房与富有神秘色彩的阁楼 这里就是威克多的书房了 他的房间 书房里面的书特别多 看似凌乱 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大的书桌 威克多刚才告诉我说 这个大的书桌呢 实际上以前是摆在他的办公室里的 现在呢 把它搬到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来 也是一种环保的行为吧 然后上面放上这样的大玻璃 用这样的大玻璃有两大好处 第一是玻璃呢 它的那个透光性比较好 第二你看它下面铺了这么精美的地毯 有时候累了的时候呢 可以透个玻璃看下面的地毯 实际上也是一种享受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巧妙的 你看包括这儿 他说这是一块新疆地毯 他非常的喜欢 在这儿我还发现 威克多的这个书桌上还摆了一个苏绣 看得出啊 威克多是一个初中有戏的人 如今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 威克多密密麻麻的藏书里 很多是关于老北京生活的 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北京人了 我都帮到这个房子在1995年 就15年了 非常的福在在这里的 威克多有着委内瑞拉人自由热情的个性 因而他的厨房是不居一格的 他尤其热爱中国的美食 为此买了大量的调料 而饺子是他最爱的食物之一 其实我们这个厨房呢 往往会有很多的锅呀什么的 通常把它塞在柜子里 真正要弄的时候吧 不太方便 直接把它挂起来 一目了然 这是不是你使用评论最多的这些东西 那也是 是的 但是这里有一部分 这里还有一部分 这个东西呢 随时 就在用的 就做什么东西呢 对 其实很好的 把它挂出来 放在柜子里 使用起来更方便 虽然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整齐 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对吧 也是的 贝克多 我发现你用这个小板子 解决了这么多足料瓶的摆放 你还得使用 包括那边 看起来一目两人 做饭的时候 加个足料很香啊 就是方便了 这些的是常用的 有些量大的什么粉啊 什么咖啡啊 什么的那边的瓶子 对吧 那些瓶子里 它又是当装饰 装饰的 又是实用 你别忘了我们是一天比一天老 对吧 你不可能所有的一切都能记住了 在哪儿 东西也多 所以我还是比较主张的把东西就摆在外面 对 维克多总结 它既是装饰 同时呢 很实用 帮助我们 记忆 对 客厅和厨房间的门是木栅栏形式的 通风良好 整个客厅园有顶灯 在天花的中间位置有一个风扇 维克多告诉我说呢 作为他现在设计师的身份 他是大量的推广 在家里面安这样的吊扇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吊扇给我们带来的是清新的自然风 而且开吊扇之后呢 你不用像通常一样 要把其他的房门全部关闭 它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顺着木制的楼梯上去 就是维克多使用率极高的阁楼了 这楼上部分 其实就是你用房子的斜屋顶 顺势做出来的一个像试听室啊 根本都没有装修嘛 完全就是原来的样子 就是没什么处理 其实就是把这个砖稍微够分了 那个门洞稍微给它调整一枪 这个时候加的 因为原来就是水泥的 有一些图案 然后呢 我是准备在这里做一个壁画 再来这个有好多朋友的面孔什么的 我就是已经交给一个艺术家 很多这些照片 让他的有个想法 全部都是人 但是那个还没做出来 这是把房梁设施用那个松木板 对 还是跟楼下卫生间那个木 也是那种松木 一个块板 待会我就给它盖上 这样的我就可以上 也可以在这吃饭 也可以在这摆东西 其实就是像这种不规整的空间 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反倒是显得比别的空间更有味道 没错 我发现你好像非常爱 搜集新疆的地盘 因为它是一种极核型的东西的 挺有味道 我觉得是在你这个看似比较粗 糙的 上面的阁楼 因为没有装饰的石头 敷上地盘以后 让这个空间带来了温暖感 对 整个阁楼的功能强大 里面有学习区书架和试听区 在这里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朋友聊聊天 或者思考一些有趣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有众不同呢 这里是阁楼望里走的区域 你看连这个水泥的柱子都裸露的 而顺着一个裸露的水泥柱子往下看 你看这两边分为两个区域 这边是作为一个小的学习区域来使用的 而这边摆放了一些书架 还顺势做了出残柜 可以说把空间利用的非常的到位了 甚至连这里面也没有放过 这里面又成了另外一个储物的地方了 一些闲杂物品不常用的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怎么样 当暖暖的阳光洒落室内 维克多经常在吊床上休憩 充分利用自然的通风和采光 是维克多家的一大特点 临近客厅的主阳台就没有封闭 维克多用猪式竹脸取得了别样的效果 这是从客厅通往阳台的门 要说这个门呢 本身是一个铝合金的门 但是维克多觉得它没有自然的气息 所以把这边整个改成了木头框架的 不但是增加了它的厚度 而且你看它的下面 做了这样的储物盒 可以摆放一些公平品 摆放密质 这一面墙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大的玻璃盒子 所以阳光透上去之后呢 让房间保持一种温暖感和通透感 好空间启示 透明书桌另类书房 丰富多彩南美阳光 多姿多彩五味厨房 生活便利美食共享 寸土寸金 异形阁楼 视听空间巧妙用场 总结一下 维克多家的特点呢 我觉得就是色彩浓郁 而布置的手法是随意的 各个功能区之间 它完全可以互换 所以舒适度非常的高 还有一点就是维克多的这种环保历史 对很多旧的东西的那种 重新改造的利用的手法 实在是太巧妙了 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和学习的 好了 今天的爱丽欣赏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鸿南两个月 在第二天的施工进程当中 有哪些非常迅速 我们去期待的创意会出现 一大早 蓝队的水晶吊灯 就已经基本安装到位了 对对对 看不去 真烦 你说 弄这么多顿水晶 你倒是把这个奢华做到极致了 你不觉得这个水晶灯的造型的样子 跟壁纸的花是一样的吗 它都是倒三角形的 还记得我们这次的设计主题吗 陈队的佛网斯吗 那你知道为什么叫陈队的佛网斯呢 不知道啊 是因为大家想到的佛网斯呢 就是大范围的紫色 那我们这一次呢 运用的是干面级的纤米黄 包括咖色跟白色 那经过这个水晶灯呢 有一点点紫色的点缀呢 会把佛网空间呢 做得浪漫而温馨 好的 那大家试试看 两队的工程进度看来很快 顶面工程基本都已完工 对于交混空间 头一回设计的风格 小千也充满了好奇 这次做了一种尝试 就是说用木头啊 用的比较多是吧 那你这木头 造价都很昂贵 小千不免有些担心 但是设计师省钱 自有妙招 实际呢 它是壁纸 你说这个底子 其实是壁纸 它是做成了那个木线条的 对对对 像看出来的样子 做了那个天然的花纹那种感觉 对对对 沾上去的 对对对 那这一下就便宜了 对 前面就报价 对对对 这是壁纸 这是我看 樱花吧 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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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不是 它这是一面墙吧 张子松木推拉门 巧妙地用在了沙发背景墙上 让不知情的人 有了很多遐想的空间 打破了小居士的局促感 让人感觉 这后头还有一节目 对对对 空间更通漏一些 你更有下降 对对对 红队风格鲜明 蓝队也设计巧妙 这些线帘和扇背装饰的背景墙 原来是另有乾坤 诶 你干嘛呢你 白刷了吗 这不 你就不知道 这个墙漆呢 是黑板漆 随时在上面涂摸 东西随时都能擦了掉 那这种漆呢 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 而且它防潮防紫外线 也就是说这个漆 刷在墙上是很长的时间 它是绝对不会变黄的 这就是我做的爱的留言板 来你给他们写点祝福的话吧 我希望呢 他们以后把开心的事情呢 都放在心里 不开心的呢 可以起来留言板上啊 这样的话呢 心里永远装都是开心的事情 没有不开心的事情 因为留言板上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擦掉 他们疯疯活活的在找什么呢 原来这一期的旧物改造命题 就是寻找施工现场可用的废弃 你看这些小木块有用吗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镜中红蓝两队都选择了剩余最多的木料进行改造 红队先把木块改成大小形状不一的绣针木块 然后打上孔 喷好漆 穿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串自然朴实的项链 非常的别致 另一边的蓝队想象力就更加的丰富了 把这木头啊从这一块一块就像红结面的 然后把这个先拼出来 可能还要裁一下 然后拼完之后呢 把他的那个小木块给它剪掉 小木块贴在旁边可以做装饰 然后把不好看的蓝拿颜料 然后把颜色给它除了 就涂成彩色的 然后这样可以做一个漂亮的相框 两队分别进入倒计时 通过48小时的努力呢 我的方案终于完成了 虽然很苦很累呢 但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本色设计呢 主要提到一种玄机优雅的感觉 像这材质呢 主要是以这种木材呀 梅竹 还有其次呢 还有这种壁纸 还有像这种墙边的一些竹子呀 帘子呀 都是一些味道比较浓的东西 这扇门啊 是这样子门 是这套设计当中呢 是我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它像一个樱花啊 非常体现养的味道 像这种花质 在咱们的背景墙 电视背景墙 还有顶面装饰当中 有一呼应 我想在这样一个 显尽优雅的环境当中呢 不管是生活呀 学习呀 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 好的工作状态 主人回来呢 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你们俩好像在那边那个表现出对那个低调说华的极度的 比试 比试 都用比试这个词了 不喜欢那种大开大合式的颜色或者比较暗彪子的颜色是吗 是 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什么样 喜欢装什么样就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简约的 简约的 颜色我是说 颜色我喜欢绿的蓝的黄的 绿的蓝的黄的 淡一点的绿蓝黄是吧 对对对 你呢 他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 是吧 我看你脸已经占了通红了 你别看你是大老爷们 但是其实那个那个其实还是挺在家的对吧 那很正常 这就对了 好男人都应该在一家 不勇于承认 勇于承认 这不是丢人的事 这是一件特好的事 来看一下吧 太好了 三二一 看吧 哎呀 看不清 在眼睛 好看好看 这个吊顶这工程不小呢 你们俩不喜欢吊顶 我听说在那边对吊顶你们都不比的比试 不喜欢他们家的吊顶 是吗 我喜欢这种吊顶 你倒小点神 人家那看着呢 你想吓死他们俩 这个吊顶啊 是 不是满的啊 真的多了个房间是吧 多了个房间 对 你要有本事把它拉开 它就是多一房间 就看你的本事了 蓝 绿 黄 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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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淡淡的 很漂亮 这个为了突出你的风格有一个推拉门 假的了 当然是啊 好像外面还有个房间似的 然后樱花 这出现了红色 老大 可以接受 能接受 小红花 小樱花 然后你的那个其他的笔曲就是这种淡淡的绿和黄 有点像 我就喜欢这种颜色 你过来 你来摸摸这个手感 我觉得挺好 很自然的那种像麻一样是吧 真的很不错 嗯 然后采用了大量的就是自然的材质 像木头啊 还有像这个 这个是结杆了 嗯 嗯 还有这样的麻绳 嗯 都比较自然 吃饭在哪吃呢 吃饭 嗯 对哦 吃饭在哪吃 这里吗 对 啊 吃饭在这 看桌可以放大了 是的 好 把它 升起来 但是这样放不住 怎么放呢 嗯 把它往那一推 嗯 好了 放住了 对 嗯 里面是两个小凳子 你们俩哈 嗯 然后上网在哪上呢 不是要办公和这个家居兼容吗 嗯 在这 这里 嗯 在这儿呢 怎么上呢 哎 风多出来 哦 哦 谁坐进去试一下 我 嗯 坐进去试一下 拿着这个灯 我拿着这个罚子 来 开 原来是个康级 这个里面是可以放电脑的 嗯 笔记本 嗯 嗯 或者是一些书都可以就是不险山不漏水的藏起来 哎呀 他好费功夫的 他挺费功夫的 因为你们家房子不大 嗯 不大就必须要一平方厘米摔成八半的石 要动脑子 加个索外可以放贵重物品 你坐的那个小小柜子底下是储物的格子 嗯 可以放书可以放碟 嗯 嗯 好 那个呢也是新天的一个就是放东西的都是些抽屉了 好我们放来放进去 关于这个多功能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小茶几了 嗯 如果说人来的多 那么我们就这样 坐 两个人就有地儿坐了 嗯 嗯 如果说人来的多不想坐想站着 那就把它推进去 又省地儿了 嗯 还行吗 行 那好 很好 嗯 就我改造的吗 旧改造你问的好 就是建筑垃圾 嗯 嗯 你找吧 我可以告诉你是小木片 什么小木块 其实吧 我刚才看了很长时间 就是没有找到 嗯 你找找看 它是一个装饰物 装饰物 嗯 不是灯吧 不是不是 这个 这个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了 我们拿下来给观众看一下 你这都可以戴在衬衣外面 它缠了麻绳 喷了漆 其实里头就是一块小木片 嗯 这是一个小木球球 然后给它就是磕了几刀 每一个都是 你敲一敲就知道它是木头的 嗯 哎呀 给你们俩收房子是真费劲啊 全我一人在说话 然后它很勉强的样子 我仍然认为它很勉强的样子 你还挺好的 快说实话吧你 嗯 快说实话吧 我很勉强 嗯 那是这样吗 不是啊 你无所谓 挺感谢学问的 装的挺好的 嗯 那你觉得哪好 哪不好 就是感觉亮上的好多呀 真的以为这多的个房间 嗯 这是你觉得那块好 嗯 哪还让你觉得真的比较勉强 差点意思 嗯 表没坏 好 还有吗 没有 没有了 真的 嗯 这个有的就有的时候吧 我有很多观众会问我说 如果你碰上那不喜欢的观众 你是不是会很尴尬 我说我倒不觉得会尴尬 但是我会莫名其妙的有点内疚 好像这个让人不喜欢的活 是我干的一样 但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其实我不是怕人不喜欢 我是怕人不说话 像我就怕他这样的 你知道我都怕这样的 他老是不说话 嗯 大家你看他都眼睛他都闭上了 行了咱走吧 不说 我这次设计主题呢 叫沉睡的普罗旺斯 提到普罗旺斯呢 大家印象中呢 都是一望无际的 薰衣草海洋 非常的女性化 那这次呢 我为男业主考虑的比较多 因为他长期在家办公 那我希望整个设计里面呢 是以男性主张为主 它有大量的直线条 以及硬性的处理 在色彩搭配上呢 我运用了大量的白色 米色 以及咔色 和一些简简单单的紫色 嗯 这次设计呢 我最满意的地方呢 是我的电视背景墙 那里面呢 运用了三种不同的材质 其次呢 我最满意的地方呢 是我的吊顶 我的吊顶呢 跟圆顶面呢 能相对于呼应 在满意的地方呢 是我的吊灯 吊灯的花纹呢 跟壁顶的花纹呢 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是有一个 相近三角形的概念 我相信呢 红队呢 一定会喜欢我的设计 你们家的这个 改造完了之后 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叫沉睡的普罗旺斯 哎 很好听啊 很好听啊 想的普罗旺斯 让你们想到什么 薰衣草 薰衣草 嗯 但是没有那么多薰衣草了 就是要了一个异象 主要是跟欧洲有关系的 嗯 我们来看看好吧 好 三二一 我戴眼镜 我戴眼镜再看 哇塞 哇塞 挺吃惊的 真的 很漂亮 很像不一样了 真漂亮 真漂亮 太好了 很金看啊 这个房间 真的太漂亮了 能把卧室也装修了 真的 你别怕我 那个心理承受不了 我这个人啊 神经很大条的 二皮脸 你要是说不好 我也能承受得了 嗯 他这颜色有点深 嗯 但是我非常喜欢深色 我也很喜欢 你们俩受得了深色 而且他这个感觉 特别的有情调 是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真的太漂亮 真的太漂亮 带大家看看 其实说 普罗旺斯就是 借了一个欧洲的意象 比方说 像这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欧式的大花纹 然后呢 为了使这面墙比 要有变化呢 又更加点镜子 金色的很漂亮 对 金色的镜子 是特别漂亮的 他家的这个卷草的这种纹呢 也是非常欧式 哎呦 这个灯就跟那个 你说的心理草 有点关系了 它是紫色的 哎呦 那是台灯是吗 啊 落地灯 就是加一个 加一个层次感 对 家里面没有很好的那个光 来做打层次的话 就会显得很呆白 哎呦 真的太漂亮了 我刚才 我刚才想到 怎么两天的时间 可以做得出来呢 电子盘都很大 这是什么电视柜 电视柜 最感的颜色 白色的 还是那个柜子 柜子还是那个柜子 这是你如愿以偿 我问了一下 实际师 就是为什么这面墙 要做的这么有几何感 因为它有很 你看有很多的 就类似于梯形 或人形的设计 而且材质有三种 一个是白漆 一个是镜子 一个是壁纸 它就是为了 这是漆啊 这是漆啊 这是为了让男主人呢 就是有那种男人的感觉 不要让它太有女性化的 对对对 没错 这样还能显得空间 很漂亮 这个你喜欢的 金蜜辉煌的那种感觉 我倒也没觉得 金蜜辉煌 但就感想到 这个很漂亮的那个 我觉得是小雅致 是吧 比较雅致 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漂亮 因为我在那个 镜子里面看到它 所以很有感觉 更漂亮一些 好像把我们的空间 更含蓄 更含蓄的那种光源 是是 吊顶一圈 做了一圈吊顶 也是灯光 也是做层次的 然后呢 这面地址 就都是一样的了 就没有再做那么多的 就是开花烧的东西 这一花也不错 一花不错 我觉得做一种线的 我现在 茶几也换了 茶几也换了 地毯也是新的 新的 沙发没变 但是靠包换了 很漂亮 而且沙发那边挺搭的 沙发很搭啊 对紫和银色显得很高贵 很现在 这个像碗礼服一样 其实我原来 买这个沙发的时候 就希望能营造成这么一种 这种感觉来 但是因为是自己弄的 确实没那么专业 结果今天这么一设计完 我觉得我们家的沙发 得到了很大的利用 就是它怎么说 应用到它最大的效果出来 对对对 效果最大化了 我现在你不是 你不问了 我为什么拿一支粉笔 还拿一块抹布吗 这抹布还很眼熟 这是要在哪写字吗 那已经写好字了 岁月如今愿你开心 真的 贝壳 这是贝壳 因为那边第一题 我问了一下 他说林地中海 所以就弄点贝壳 给一下 然后这是可以打开的 谁帮我开一下 来帮我 来来来 我来把它打开 这个漆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漆 叫黑板漆 给写字是吗 真的 黑板漆 酷明思义 它就跟黑板一样 然后我们看把开心的开 擦掉了 哇塞 我们再写 上吧 头和地 头和地 开玩笑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愿你开心 把不开心写在墙上 然后自己擦掉 把开心留给自己 然后你就拿布 把不开心擦掉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暗示 可以发泄 非常好 我觉得是很好 就是你把它写下来 比如说 今天老板 数落我 我们老板很nice 好 那不说老板了 那你就写 今天老板 没数落我 你就不擦了 刘湛 也挺好玩的 真的是很有创意 这个地方 他这个漆 我以前还是不说 我还想得远一点 我想先来 如果有了小孩 我都省钱 不用给他买黑板 留言吧 他就直接画就行了 画一个小猫咪 真的行 真的可以 真是太厉害了 这块我们擦了 这个是小鲜姐 对呀 天的名字 小猫咪 我就画着一样东西 签名 小鲜 真不错 秋秋在这了 这个就移交了 移交了 我们找那个就会改造吧 这些小木块 小木条 反正乱撒糟的 你不是家居办公 二合一吗 这是你的办公区 是不是就是那个 很聪明 因为我看到上面 像是有这个片 对 这就是用小木条 然后很简单的嘛 然后呢 为了装饰它 又把这个 一些小木圆了 然后就给它锯开 提上次 行了 我介绍完了 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满意 真的是非常满意 真的很漂亮 太好了 打个分 咱也打个分 百分之百 那就满分啊 一百分啊 嗯 你能 一百五吧 哎呦 你这 真的很像 除了我们遇到之外 太好了 行 那我们就跟设计师 还有对方的选手 都见见面 来吧 人呢 面试之后 又到了开箱有宝的时间 你先来吧 啊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我将相机送给了你 将信用卡账单留给我自己 我的确不知道买什么 会让你觉得浪漫一点 抽象实用主义行不通 就来照相实用主义 那天你说广告牌子 让这款相机很好看 我就买来送给你 小小心翼 不成敬意 不期待你有多惊喜 希望你今天都happy 你冲谁念 你是冲镜头 还不冲你老婆念 你已经挺激动的 我看 深呼吸 看着你老婆 来来来 对对对 亲爱的老婆 每年你的生日 我都要给你写一封情书 今年非常巧 你的生日在交通空间里过了 虽然是忙碌紧张的48小时 但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忘记 我这个大男人 对你这个小女孩的承诺 老公我不擅延迟 但是我对你的爱可谓天地可表 日月可见 宝贝老婆 生日快乐 天天快乐 昨天呀 他骗他说忘了 你生气没有 失望没有 昨天 当然失望了 因为每年都有点羡慕 什么 不会忘的 所以昨天 而且我们昨天是挺晚的 五五到十点 对 他是骗你的 其实他没忘 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也挺坏的 好 那我们待会儿吃两遍 然后现在呢 先把节目做一个这个结束 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感谢一只风装饰 以及美帝洗衣机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 用几棵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装 我家有你装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电钻往往响 满天尘飞扬 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庞 你家很漂亮 我家怎么样 别让我回到老地方 一起来吧 来 那我们是应该怎么着啊 来我们一起唱一下吧 好吗 拜 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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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最能往我们一个生日 是啦 希望你天天都高兴 谢谢